那么在刚才我们就给大家完成了两个实战 第一个是文本分类 第二个就是文本生成 在这两个实战过程中 我们都使用了普通的循环行经网络 然后在第一个文本分类的实战过程中 我们还给大家使用了双向的循环行经网络 还有多层的循环行经网络 但是总体来看 我们在这两次实战中得到的效果都没有那么的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强大的循环行经网络 叫做LSTM LSTM它是Long Short Term Memory的一个简写 换成中文就是长短期记忆网络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LSTM呢 这是因为普通的RN信息并不能够长久的传播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RN的公式 它就非常的直接 就是把输入和影韩状态就直接各成一个矩阵 然后再加起来 这样其实每次输入的时候 它的输入的信息可以很大程度上稀释我之前保存的状态 因而就使得当句子比较长的时候 距离结尾较远的这些信息并不能够有效的保存下来 那么为什么LSTM可以避免这种信息不能长久传播的问题呢 这是因为在LSTM中它引落一种机制叫做选择性机制 当然这种机制是用在多个地方的 选择性输出 选择性输入 还有选择性以往 那么在LSTM中它的选择性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在LSTM网络结构中它的选择性机制 主要是依靠一个叫做门的机制来实现的 那么什么是门 门的机制其实跟SIGMOID函数是极度强相关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SIGMOID函数 SIGMOID函数 它是一个输出值在0到1范围之内的一个函数 它的函数曲线是这样子 当X特别小的时候 这个SIGMOID函数的输出就无限接近于0 当X极度大的时候输出就无限接近于1 它的计算工程就是fx等于1加上1的负x四方分之1 这是SIGMOID函数 什么是门呢 门线机制是这样的一种操作 比如说你有两个向量 一个向量是A 一个向量是B 其中向量A我们称之为门线线 B就是我们要保存的信息 然后我们让向量A经过SIGMOID函数 在这里这个SIGMOID也是一个常用的机构函数 向量A经过SIGMOID之后 也就是说向量A的每个元素 都去用SIGMOID激活了一遍 这样它里面的值就是一个01之间的数 所有的值都是这样子 然后向量B是我们要保存的信息 门线和信息 它们是如何混在一起的呢 它们是用点击来混在一起的 在这里我用这个信号来代表点击 什么是点击 点击就是两个向量中 各个分量去进行乘法 比如说A和B去乘 第一个元素就是0.1乘以13.8 就等于0.138 第二个是0.9乘以14 就是12.6 就是对应位置上的值去进行乘法 那么有了这个乘法之后 我们就认为这个限量B 它的一些信息保存下来 一些信息没有 我们可以把这个值的大小 离解成为信息 这是门线机制的一个作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RSM中是如何利用这个门线机制 来做操作的 首先我们先高物件的来看一下 RSM的网络结构 在这个图示中 它画了三个RSM网络结构 其中前后两个 其实是中间这个的复制 它代表的是 情况线线网络 在不同部署下的一个展开 然后我们只要看中间这个就可以了 中间的网络结构看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里面有很多条线 线头还有操作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些线和箭头都代表什么含义 首先对于一个方框来说 它代表的是网络结构 对于一个圈来说 它代表的是一个点击操作 然后箭头代表的是限量的传递 然后两个箭头合到一块 代表的是限量的拼接 然后一条线分成两个箭头 代表的是同一个限量 流到两个地方上去 然后这是一个符号的基本说明 然后还有就是方框里面 有一个这个符号 它代表的是做SIGMOID的激活 然后一个圆圈里面带一个X 代表的是门线机制 就是说我一个经过SIGMOID的门线限量 去和一个普通限量进行乘法 然后一个圆圈里面加上一个加号 那么它就是限量的相加 这是这里面的诸多符号的含义 然后我们再来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解 这个IWASAM的网络结构 首先是最上面的这条横线 这条横线它表示的是 CELL的一个状态的传递 跟普通的熊环线网络一样 IWASAM它也有一个遗憾状态的传递 然后在这个传递过程中 这个CT-1需要和一个东西去做点击操作 然后做点击操作之后 还需要和另外一个东西做一个加法操作 然后这两个操作都是向量 这个CT-1也是一个向量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长度为N的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数值这条线 数值这条线它有两个输入 一个是HT-1 还有一个是XT HT-1是IWASAM保存的另外一个状态 这是它跟熊环线网络不一样的地方 熊环线网络只有一个遗憾状态 而LCM它有两个 它的另一个输入是XT HT-1和XT都输入给SIGMOID的操作 然后得到了一个向量FT 它是一个门线向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度为N的向量 但是向量里面的值都是0到1之间的 然后FT和CT-1去做点击操作 然后这个的含义就是遗忘的 就是说FT来确保CT-1中 有哪些东西需要被遗忘掉 然后对应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说话一个一个的句子 然后当我开始新一句的时候 可能这个老句子里面的这个主语 就应该给忘掉了 这是这个遗忘门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中间的这两条竖线 同样的 HT-1和XT去经过一个SIGMOID的核数 就得到一个门线限量IT 然后就是HT-1和XT 经过这个TNH9核数得到了一个CT 然后上面有个波浪符号 这个操作代表的就是说 我从输入中能得到多少信息 然后得到这个信息和这个IT 去做这个点击操作 IT是一个门线 然后CT是从输入中得到的这个信息 然后它里面做的是什么操作呢 这一次就是说 我从输入中可以去到很多信息 但是不是有那么多信息 都是有用的 IT就控制着我的输入信息 有多少可以保存下来 到这里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对于我的一个主语来说 我可能是男性 可能是女性 那么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性别信息 给提出出来 然后提出出来之后 我们还看到 它和经过遗忘的状态 去做加法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新状态 然后我们再来看 最右边的这几条线 同样的 我的HT-1和XT 经过一个SIGMOID的激化函数 我得到了一个门线限量OT 然后这个OT和我的经过 遗忘门遗忘 然后再经过输入信息的 一个更新的一个 隐含状态 CT-1去做点击操作 当然了 CT-1在做这个点击操作之前 还要经过一个极化数 TNH 然后经过了TNH之后 它再和这个OT 去做这个门线操作 这个门线操作 它做的是什么事情 那这里做这个操作的目的 就是说 我控制了我的CT-1 它里面的哪些信息 是可以输出出来的 比如说 我的下一个词 是一个动词 那么我除了预测 这个动词的这个具体的词之外 我可能还要给它去控制 它去加 是不是它是单数 还是它是负数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状态的更新 首先这个CT-1 它和这个遗忘门 去进行这个点击操作 然后来确保 CT-1中的某些信息 要被忘掉 然后得到了这个新的值之后 我们再和这个输入信息 再做加法 然后这个输入信息 是由这个CT和这个IT 又做了一个点击操作 IT控制着我哪些东西 可以输入进来 然后做完这个加法操作之后 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CT 好 这就是RSM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然后在这个操作中 我们有三个门 一个是遗忘门 还有输入门 还有输出门 然后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CT 还有一个是HT 然后接下来就是RSM的实战 然后同样的 我们使用RSM去做文本分类和文本生成 然后因为文本分类和文本生成的主要代码 我们在上一次实验中都已经实现了 所以说这次实验代码就比较少 我们只要把普通的RN 替缓RSM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去写代码吧